大家好 上期视频呢 我为大家介绍了马斯克 如何计划将推特改造成为全域APP 其中呢 我特别提到了 马斯克将如何在这种全域APP中 注入金融支付功能 以增加客户的粘性和盈利性 其实啊 我们可以再往前回顾一下 马斯克空中所说的全域APP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要我们先来看一看 马斯克在10月4日的一则推特中 他就去发了什么内容 购买推特是创建X的加速器 即一切应用程序 其中的英文呢 有这么两句话 一呢 就是Creating X 二呢 就是Averdison APP 如果把这两句话联合起来 那么呢 就可以理解为 Averdison X Super APP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 马斯克的火箭发射装置 SpaceX 和它的超级充电桩 Super Charger 这也就意味着 推特的所谓全域APP 就可能类似于 马斯克的SpaceX 和马斯克的超级充电桩 很显然呢 这个APP不是传统意义上的APP 那么马斯克还要为这个APP里注入什么样的内容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啊 所要讲到的主要内容就是 马斯克就是要力图在推特内部结构进行优化的基础上 再赋予它三大附加功能 一呢 就是脸书的社交功能 二呢 就是微信的服务功能 三呢 就是抖音的娱乐功能 这里呢 我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有些人呢 一听到说马斯克要把推特变成脸书 变成微信 变成抖音 似乎觉得马斯克所要做的这个推特呀 比脸书 比微信 和比抖音呢 要落后的多 似乎这三个社交媒体 成为马斯克需要去效仿的三个对象 其实啊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这更是对马斯克所要打造的超级APP的 严重误读 简单讲呢 马斯克不是要将推特 演变成什么脸书 微信和抖音 或者说 不是要去超过上述三个社交媒体 而是要将这三者的功能啊 再加上推特原有的自身功能 和马斯克所要增加的新功能 统统的融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 EverythingX和SuperAPP 这里呢 如果用英文来表达的话 注意它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英文单词 一呢 就是马斯克的推特 对脸书而言啊 就是用的concentrating 这个意思啊 就是签字 那么马斯克要打造的推特 为什么目标是要去签字脸书呢 这主要是因为啊 脸书现有的用户是29亿 可以说脸书的用户是推特 现有用户的10倍 所以马斯克的目标啊 就是要把脸书给牵制住 那么马斯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 说要谈的主要内容 至于马斯克的推特 对于微信和抖音所用的单词呢 就是outcompeting 这个英文单词啊 有胜出的意思 而非啊追赶的意思 这主要是因为啊 微信的用户啊 只有12.6亿 抖音的用户呢 只有8亿 很显然啊 未来推特的用户的目标啊 是要超过20亿的 这也就意味着啊 马斯克要学的是 微信和抖音的某些功能 而非他的用户目标 至于这个话题啊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啊 做以强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啊 马斯克所要购买的推特 为什么要紧盯着 扎克伯格的脸书 而且他的目标啊 不仅要在推特中 注入脸书的功能 而且他的目标啊 一定是要超越脸书 最终呢 打败脸书 如果大家听一听 下面我讲的这一段经历啊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马斯克要收购推特了 而且我们更能知道 马斯克首购推特最终呢 就是要祭拜脸书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马斯克是如何与扎克伯格之间 结仇的 因为早在2016年的9月啊 SpaceX就在佛罗里达州啊 发射了一个测试的 电影9号的火箭 但是在这次测试中啊 该火箭发生了爆炸 而且呢 炸毁了一颗卫星 而这颗卫星呢 就恰恰属于脸书的第一颗互联网卫星 当扎克伯格得到这一消息后啊 立即就在他的脸书上写道 SpaceX的一次失败发射 摧毁了我的卫星 原本这颗卫星呢 是可以连接到非洲大陆上的众多企业和普通居民的 对此啊 我感到非常失望 马斯克搞得非常没面子 于是啊 他终于在2020年的2月份 马斯克在推特上呢 公开的发了一个推文 Facebook太烂了 应该删除 于是啊 马斯克就彻底退出了Facebook 而且啊 还不忘打了个广告 他一直说 我将很快推出新的手机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 既不同于安卓 也不同于iOS 而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操作系统 其实啊 我们都知道 马斯克的才华和他的创造力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马斯克其实是一个患有 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特别神经智者 因为患上这种病的人呢 除了他的天才之外 还伴随着高功能自闭症的特性 患者呢 一般存在着严重的社交障碍 这也就意味着啊 马斯克早就把扎克伯格啊 作为自己需要超越的对象了 而且想要超越他的领域 一定呢 是在社交媒体方面 而非制造业 由此啊 我们才能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 马斯克之所以收购推特 而且呢 势在必得的主要原因了吧 那么脸书都有什么样的功能 马斯克打造的推特 能否最终超越推特呢 我个人认为啊 脸书的优势在于社交 而推特的特点呢 在于意见 当意见领袖遇上了社交疯子 他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吗 会共存于一个共享空间吗 可能啊 这正是马斯克需要考虑的地方 因为一旦成功在推特中 嵌入了脸书的功能 不仅可以为推特 至少带来五亿以上的用户 而且必将会使啊 现在毛病多多的脸书 雪上加霜 逐渐走向被边缘化的境地 这岂不是一键双雕的好策略吗 这么大的一盘棋 何止支440亿美元呀 马斯克这种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精神 或许正是他 力争赶超脸书的动力所在 至于下一步 他将如何正面迎接 微信和脸书 我也只能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继续讲解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播放到这里 欢迎各位关注 转发和点赞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